C泳青最近有人接受訪問 有人訪問他,他就接受了訪問 當然他自己也有一份媒體 他很好笑 我覺得他這種說法是很不合理的 他就這樣說,他就說香港是外循環的獨家代理 即是中國外循環的獨家代理 他就說中美國力之下 美國難單靠世才玩死中國 接著就說中國經濟規模是世界第一 這個中國實際經濟規模是世界第一,我也相信 但是你說香港是中國外循環的獨家代理 這句說話就按摩到不得了 我想他還是活在他年輕的年代 做代理 因為他是物業代理老航專 他做代理 HP 都是獨家代理 上海人說你當我死 不是啊,我也說是 現在很多公司直接上內地 他不經香港 很多啊 很多是這樣的 甚至美國公司很多都在上海 有一個辦公室的 所以有些人還沒睡醒 香港有一群在港英時代發達的人 到現在都還沒睡醒 都是以代理思維 或者買版思維 就有運行 其實這些思維其實是要放棄的 我跟大家說 不要再理會這些有錢人說話 他們現在真的很離地 有些人說你Raymond Wong就不認識 你真的離地了 但是我可以很肯定地告訴大家 內地現在直接收外國投資者的東西是很多 電動車救世主 他們都可以直接在上海建特斯拉公廠 你怎麼做代理 你怎麼做外循環代理 不要再有這種買版代理思維 真的不行 如果再用這種思維 香港是死得的 現在大家要做 其實是一定要 用盡全力融入雙循環 你如果不融入雙循環 你打算只是外循環 這樣做獨屎生意 你就死定了 沒有了很久了 獨屎生意 不是說沒有的 都還有一小部分 而且會越來越少 是啊 當然 有些人 有些企業 專門做買版的 比如說聯想 騰訊 我都要說那些人是狗說的 那些人是狗說的 有些東西 在外循環是有很重要的角色的 有些企業是在外循環有很重要的角色 那些人就不能說是買版企業的 那些不是這樣 也不能說只是做代理 它有附加值 其實有很多企業做的事 根本就是完全投入雙循環 舉個例子 聯想有些人就說這是吃女爬外的買版企業 那就是為洋人服務 這些民族主義的事 其實我看到我是 老實實 你有沒有搞錯 或者說這些東西 你拍招 我是很不妥的 這樣的說法 內地有些人是很極端的 其實 當你一投入雙循環的時候 就會有一些民族主義者 就壓止下莫諾過 這是我操淺的看法 事實上 那些民族主義者 內地有一部分 他們是很差的 他們經常都說 這些就是 洋人的代理 或者洋人的買版 所以 港人 我自己覺得 雖然是投入雙循環也好 就盡量不要說代理外循環 我自己的看法 你一代理外循環 就一定會被人說 我是買版 買版思維 根本就沒有附加值 其實一個沒有附加值的地方 是否真的可以生存下去呢 老實實 我是很懷疑的 現在有些人在不斷說 外循環就是香港獨家 根本 想想也不要想 我只能說 現在 其實一定要做的就是 盡力投入雙循環 等通關之後 國內國際雙循環 你都要投入 這個是很重要 當然有些人 就說 香港有特殊的角色 但是 事實是香港特殊的角色越來越少 你不能夠純粹 依賴 代理這件事 就想著可以 生存下去 其實 未來 幾年 經濟不會容易 不會很容易賺到錢 在經濟上 香港 我自己覺得 就不一定好 可以這麼說 因為有太多 問題是要處理的 你看到 19年那件事 疫情 有很多人 到現在 都還沒睡醒 我覺得 其實短板 都暴露出來 有些證棍就利用短板 去賺錢 其實這些人都很可惡 沒有了 其實那些證棍都是社會的短板 有一個人叫滴滴 他說我沒有活黑特區政府 你自己 看看你自己說什麼 我自己就覺得你有了 這條這樣的混蛋 不好意思 我不想這樣罵你 不過你說的話 真是雖然不得了 我看到 如果你說高官有問題 你不如說 指名道姓說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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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不要在這裡 就是 令人的誤會 你就說全部高官都是 壞到貼地 好像 不是那麼好 我沒有說 我沒有說是全部 我沒有問黑特區政府 你還在狡辯 我沒有說 不是很疼 現在 情況是有人說 CML要找明星 要找明星的話 你要看問明星吧 我們這裡是說一些普通的事情而已 很悶啊 很悶就不聽 有个叫CML的人在骂我们 说我们不理了 有时候看到一些人我都拗头 修权梁就说香港人自视过高 经常说人没教养 其实是自己没品质真 其实现在是有这样的情况 你能看得到 没什么公民必要的素质 或者公民质素很低 很低 我看到这个CML就说有没有样子看 有啊有啊有样子看 你没有看到 我都出过了 你怎么没有看呢我又不是明星 看我的样子做什么 而且我都出过样子 她要起底 她的价格要起底 你自己找回吧之前的影片 自己找吧 Sandy Wong又滴滴说 自己说有听网上是吗 那我不知道 那是就算了 如果你有听的话 你还要滲一些东西出来 就说特区政官很有问题 那你说谁呢 你说谁有问题 你说吧 是不是 哪个高官有问题 我就说了 就是叶刘淑怡 现在他做了政棍 另外就是黎动国 又是做了政棍 我们政棍监察组就监察过 这些是前高官 不是现在的高官 OK 你说有些高官有问题 你不如自己说 是不是 就是有时候我看到 就生气得不得了 就是其实你说有问题 其实你根本 就是暗示谁 是不是 我没有骂特区政府 我没有说 是 真的 生气了 那大家参详一下吧 哇 那当然 这个商循环 国内国际商循环 商户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是什么时候说的呢 其实就是2020年的时候说出来的 根本没有说过 香港是可以做独家代理的 所以千万不要觉得香港是做独家代理 香港有很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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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还会浮出来的 就是这么说 我自己操钱的看法 其实 真的有一班人想离开香港 有一堆企业真的想撤走 这是我操钱的看法 是有这个情况 有些到现在都没有撤走 或者没有拿走的东西 其实就是因为疫情 当你那个疫情结束 和内地通关了 那究竟 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没有人知道 其实是 那当然有些企业已经走了 将某些在香港做的部门 都搬去新加坡了 那 这件事会不会变成一个趋势呢 其实到时就很看香港的政治环境 是不是真的适合营商 要说一件事就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环境 是不适合营商的 绝对不适合 而香港有一班人 就很想 将整个社会再推去另外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方向 对吧 对吧 所以 坦白说 现在香港的情况是不乐观的 也不可能有 就是 独家代理这种思维 如果你有独家代理这种思维 是死了也行 我也要说清楚 那其实那个的的 他有没有说其他东西呢 那我现在就查一下给大家 如果他在这里继续说的话 他说他没有 我就说给大家 其实他是不是 在那个 男型狗蛋数据库那里 好吗 我可以立刻找一下 因为我只能找到 是啊 那他就没有 所以 就是 没有他的名字 我只能够这么说 但是 他说哪个高官 我建议他说出来 就是不要令到别人误会 是不是 那还有一件事 大家都要知道 现在的国际形势 灰暗未明 究竟之后会怎样 大家都不知道 但是 如果当 香港的特首都被人制裁的时候 特区政府很多官员被人制裁的时候 你还觉得香港可以做 经济上的独家代理呢 我就觉得你是有点天真 是 是 要醒的了 要醒 他不是一个没有见识的人 我个人认为 他不是一个没有见识的人 而且他 异力应该是挺丰富的人 但是 连他都还是觉得 香港还是有一个独家代理权 实在 太欲了 太落后了 这个人 真的想不到他会这么说 我都 匹匹匹匹就说 我是内地人都不想再踏足香港 其实 有人是夸大了 通关带来的经济效益 我只能够这样跟大家说 就是 通关不是没有经济效益 但是不是好像正棍讲到这么大的经济效益 这个是我粗钱的看法 跟内地通关不会有很大的经济效益 其实有很多事情不同了 你说要去内循环 全程投入去双循环的话 这个是要努力的 就不是坐在那裏 做代理就可以的 做独家代理 不是这样 现在这个情况根本 跟独家代理一点关系都没有 因为 就是这么说 外国公司 他们有很多现在直入上海 甚至是直接去北京 有一部分 直入上海是最多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是因为觉得香港 其实都没有什么特别 现在是 还有香港的政治气氛是不正常的 就是我自己看 气氛是不好的 因为你看一下 如果一个地方 人民的质量是高的 就不会有这么多人 不去打疫苗 不去配合政府 跟着之后 竟然出来要说 要找个独立调查委员会 这是什么人的责任 这些是瘋得不得了的 我只能够说 这些是瘋得不得了的 Toracev 说 某运动品牌 A记和N记 已经将大中华总部 搬到上海 一向都是 这个 这个是这样的 当然 如果现在大家要投入这个双循环 不要觉得是一件容易的事 有太多人觉得 这件事是很容易的 就这样卖一下 内地的房子 就要投入双循环 不是这样的 已经不是 卖东西和代理的做法了 不是说带货 那就可以了 不是这么简单 你要提高一个附加值 你做的事要提供一个 足够的附加值 那就可以了 但是 老实说 没有了那种效能 以前 香港的品牌 都说出来 就这样说出来 都已经有附加值了 以前很厉害的时候 是啊 现在没有人理你 不是 你看看香港的明星 回内地带货 做八个小时 一件货都卖不出 多惊 是啊 你要提供到真正的附加值 给别人才行 就是现在 香港的品牌效应 其实是买了 是买了 就是 有些人搞高度政治化 其实很影响香港的形象 我也要说 这个绝对是 其实内地很多人 对高度政治化 是很反感的 就是我自己个人的经验 就是你做生意就做生意 不要吵糟 就是政治 是啊 不要吵糟 到客人又说 要这个不练任 是不是 是啊 你做茶餐厅就去茶餐厅 卖楼就卖楼 说这么多政治 做什么 这个人 是啊 香港是商负 有什么可能 借自己做生意 去借政府 这个根本是正适的 其实做生意的人 就是无端端端 怎会吵政府 就是 香港现在的问题 就是 有些说要上市的人 那些 那些 其实都是 要吵政府 去打算上市 你说大不大 要吵政府 去打算上市 挺恐怖 所以 所以 这个香港 这些问题 其实 这些问题 现在是处理不了的 这些问题 就是 之后 会浮出 不要以为 那些 叶楼淑怡 会处理到香港的问题 就是说真的 如果 他 这个人 不为香港社会 添加更多问题 大家 已经要说一句 阿里吉弟 其实 是 不好意思 我 对他的 评价 根本上 这一只 已经是 切头切尾的精军 其实是 他和黄之锋 这些伙子同级 在我眼中 已经去到 是啊 修权 又是国际大企业 都走到内地 看到香港人这么低智 事实上是没有错的 事实上是 Tan Heem Line 就说香港可以在大湾区 发展可能没有百分之二的人 大陆已经看不起香港人 以为他们神经有问题 同时 觉得中央对香港优惠比大陆 已经不信气了 最少我的朋友是 其实很多都是 是啊 就是 你们都是超A级国民待遇 他们经常都说 其实很难教 什么新鲜落伯皮 是啊 不要以为香港还有可能做外循环 独家代理 这个根本 真的是发梦 太天真太傻了 是啊 太天真太傻 太天真太傻 是不可能的 Eric L 就说 一个地区全民讲政治就死了 全部都是政治家 全民斗争 哪有人发展经济和科技 没错 正正就是这个问题 现在是有一帮人 很想香港政治化的 那 那 Torlasef就是 那些月后地产党想加大香港政治化 连自己都被揽炒 他们究竟想如何 他们以为可以改变到一些国策 他们的操作 其实是 有一帮人想着可以改变到一些国家定下来的策略 那其实可以不可以 你自己想一下 如果 早两任的国家领导人 我觉得也有可能 但是 习主席来说 我看法就不可能了 那 Torlasef就说 今次将疫情成功扩散到内地 那些欠港派又会 乘到小孩踩在香港几脚 那又不是 内地现在在爆的那些 其实很多都是Omicron BA.1 就是那个源头 就不是真的香港的 就是我们也要说回 现在一定要说清楚 如果不是一定会 赖香港人的 其实内地的情况 就是很惨的 他们也是要处理很多外来的人 那你说 是不是百分百安全呢 就是那些隔离酒店 其实就不是的 就是 那些隔离酒店 不是百分百安全的时候 其实就很容易会有 这个病毒流进去市区 那里 还有 还有一件事 就是这个Omicron 其实本身已经是难验的了 那它BA.2的话 就更加难验 其实就是这样的 匹匹匹就说 香港优越了这么多年 个个固步自封 是以为自己高人一等 尤其对内地同胞 请那些人 真的要回去内地 就是 真身经历一下 就是 去变的中国 是变得多快 事实上是 所以 这个施永青 她说的东西 应该是多人看的 她那条视频 但我一看到 都呆了 Eddie Ken 就说香港可不可以找一个全面聰明的特首 救救香港 是没用的 你要救香港是要人人去做才行 但就不是做救救香港群组的人做的事 就是救到香港的 是 你要救救香港的话 你每个人都要 就是 第一样东西就是 齐抗疫 第二样东西就是 拼经济 第三就是 反网暴 那就行了 那才行 那才行的 是 救香港药方 卡浩麦就说 东北那边应该是边境相关 长三国疫情才是HK相关 但是长三国疫情也不是跟香港很有关系 我也要说 其实现在内地的疫情 跟香港也不是真的很有关系 因为香港人上去全部都要隔离 当然有些是做些坏事 有些是偷渡 那没办法的 这个社会就是有人在 红中银食 是的 或者是黑色的地带银食 那没办法的 就是我们在灰色地带银食 有些人就 那灰色地带已经有些危险性 那他们摆明是黑色地带的 有些人是 那这些 那没办法的 那现在长三国的疫情 如果你说跟香港有关系 我就 就不是很同意 我的看法就是 他们不是失控的 还有一个 就是 有些东西是留在社区 但是社区可以做围风 所以 内地的问题不是很大 要做的就是 就是内地核酸做多一点 那 那 为什么内地做到 香港做不到 其实最主要就是 那个 人民配合的程度 香港真的低 内地真的高 这个没办法 那 那 萧特争就说 改变国家定下来的政策 不是吧 不行吧 国家定下来的政策 要是一个最高权力机关的 当自己是什么水 贵求习主席都不行 更何况 某些人还说 这个习主席说门面说话 那 很多人是这样说的 习主席说什么都是门面说话 李克强说话都是门面说话 夏主任说话也是门面说话 夏宝龙主任说话也是门面说话 香港就是很惨的 所以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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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C Law就说 有些境外司机没有遵守防疫规定 那 有一部分当然会 那 那 Y就说 香港特首应该要好像回归前似 离任 断了那些政棍的幻想 那 香港可能会好些 我也认为是 其实我是不 就是觉得现在 这个选举制度 就是 有些人是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我粗浅的看法 不过 我这样说 有人会说 你反对现在的制度 我没有反对 不过我觉得 可能有些制度 会比现在这套制度 对 不是一个一制 一定要说 你要找到一个方法 就是那些政棍 不要让他们乱搞 现在的政棍 他们是搞得很过分的 有很多人都是离谱的 灰日二浪薯片 就说五个善于的条件 林郑月娥全部符合有余 但是不是 有人说不是 就是五个善于 这件事 就只有叶太做得到 只有叶太 要不就只有CY做得到 其他人做不到 Toracef就说 洞棍刚刚 最X街头条 他说 增32,430确诊 逐高位徘徊 累计3,993人死 超越武汉 香港的疫情这么严重 其实媒体的责任是最多 一定是 因为媒体从来都没有配合 叫大家去打针的 而政棍也是有责任 因为政棍有没有 配合特区政府 叫大家去打针 都是没有 好吗 没有 Toracef就说 有洗脚粉 五个善于条件 洗脚佬才适合我 洗脚佬 他 老实实 他捉育成帮人洗脚 都嫌他阻定的 真的 一脚拎开他 对 对 一脚拎开他 我跟你说 这些死路迁 一脚伸开他就可以了 那 朱永生 就说 香港人觉得最大的傲慢 就是一国两制 西方帮香港的争取 其实不是的 一国两制是国家提出的 和西方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你要一国两制 但是行稳致远 你找西方帮忙是帮不了的 帮不了 帮不了 一定要跟中央去谈 这些才可以的 那当然怎么跟中央去谈 香港当然经过中联办那些 KC Law 他说香港最失败的就是一批马后炮专家 我觉得是一班马后炮的网民 那些专家其实个个都说了要做的事情 专家出来说了要大家不要群聚 专家出来说了要大家不要去吃团年饭 叫大家不要去拜连 说完的 现在你赖专家就不适合了 KC Law 先生 如果你说专家错失时机 那其实我的看法就和你完全不同 专家要说的事情就说了 就不是说专家马后炮 其实最多马后炮就是正棍的 其实是 添加专家说一国两制是伟大构赏 那当然是 Toracef就说 这个树叶太五个善于是善于疗事斗飞 善于搞风搞雨 善于分化社会 善于抹黑中央 善于有事卸博 是的 他是这样的 他是这样 没办法 冰敦敦 他就说 星马太开关 已经有很多人准备外游 尤其那些钱亡 这两年都存了些大架 回港14天都不算很大成本 旅游KOL已经在宣传 这个 没有办法 一定会有人出浮 香港一定会有人去旅行 因为香港一向都有出外旅行的习惯 而且旅行社都是要靠这些去赚钱 对不对 其实香港现在是少了一个行业 严格来说 旅游业是没有了 但是旅游业一向都是带动到经济 什么时候会多些人 我都不知道 这个要看下 什么时候 大家 互相通关 这个要时间 KOKIMI就说了 有可能横行 那实际会横行 其实 不要以为去了拐点 其实林郑月娥也有说过 林郑月娥也有说过 现在不要太乐观 大家不要松懈 不是嘛 是说过了 希斯洛 这个人真是好 他说 还是圈娱 你不立法 我想问你怎么抗疫 我想问你怎么立法 你立什么法 你立什么法 立什么法 你立刻禁止别人去拜年 新年过了不久 哈哈哈哈 就算你现在这么足够也好 你没有人配合的时候 你结果就是死执法的人 又是 又是 原来这个案子 到头来也是傻的 不好意思 我不想这么说你 你也可以勸喻别人戴口罩 你又要立法 戴口罩 就是一件事 就是 勸喻别人不要外出 就是另外一件事 禁足就是另外一件事 就是另外一件事 有很多事情都立了法 你立法 执行不到 那你立来干什么 没错 你有一件事 就是 如果你立了一条法律 你有办法执行到法 你就可以立法 立法 立法就行了 行不行 哈哈哈哈 你说可以 就行了 因为你才是专家 KC 反正他有个名字 也有个law字 这个人是法律专家 哈哈哈哈 现在是不是有限聚令 是有限聚令 但是你自己看看 市面上有多少人 是犯了这些规矩 多少人聚在一起 被人抓 是啊 所以看到这些人 我就很生气 不想做节目了 就这样先拜拜 谁觉得节目这么快结束 就自己